大家好,欢迎光临功夫者,我是本期的主讲静教练 本期的教学内容是敏捷梯的训练教学 敏捷梯又称绳梯,是吸物者简单既有实用的一种锻炼方式 我们可以在网上购买现成的绳梯 找比较平坦的地面来进行练习 那么这敏捷梯可以有效的提高人体的灵活性、敏捷性、平衡能力及协调性 同时又能起到锻炼手眼伸发布的作用 对增强人体的体能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在锻炼之前,我们要把各个关节充分的活动开 主要是手腕脚腕做一下准备活动 好,换这次 膝关节做一下旋转 下蹲 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20种比较常用的锻炼方式 第一种,每隔一次向前 快速地前进,小碎步前行 那么大家一定要用前半个脚掌 不要用整只脚下去 做之前 双手提起 每个空格落进一只脚 然后快速 通过 好,第二种方式是 每隔两次 双脚都需要进去 然后也是快速通过 下面是第三种 左右开合跳的练习 跨到身体两侧 双手提起来护头 一跳进来 二跳出去 然后三再往前进 四跳出来 好,接下来是第四种锻炼方法 左右 单脚进进进出出的练习 一 二进来 三四出去 一二往前行 三四 跨向两侧 好,下面是第五种 横向 进出练习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两只脚交替来做 好,接下来 前后进进出出 一 二 三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这是第六种练习方法 下面是第七种练习方式 正向 方腿 重跳练习 大家可以隔一个隔 也可以隔两 隔三 根据自己的弹跳力 来定 下面是第八种 单腿正向 跳跃练习 横向左右单腿 重跳练习 下面是第十种 横向重跳练习 一 二 三 四 双腿 重跳到侧面 下面是 第十五种 垫步的练习 格斗式 姿势站立 后腿 抬起来 前进 左脚跳步前行 先起后脚 好,接下来是 交叉步的练习 先进左脚 右脚向前盖步 再上左脚 再上左脚 后边插步 下面是 第十三种 练习方式 格斗式 左右跳换步 向前进一步 左右 姿势 跳换 第十四种 是 跨步的练习 下面进行 第十一种 升级的练习方法 横向前后左右 交提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下面是 第十二种 格斗式的姿势站立 前后 滑步 跳步练习 一进 二 撤出来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七种 横向交叉步练习 一 一 上左脚 二 插步 过来 一 下面是第十八种 横向左右双腿 中小练习 一 跳进来 二 注意大家要用腰胯带动腿部 下面是第十九种 身体手足并行的练习 身体与地面平行 腰 身体腿部手臂均打直 一 二 好 第二十种 是双手同时手足重跳练习 这就是身体常用的二十种训练方法 本期的教学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